陈水扁在法院对职的时候呢 陈水扁有讲说我们有很熟吗 结果呢这个孤仲罗却吐槽说 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金钱上面 好了邱怡就质疑说 是不是不止孤家 原大马家这些的知名企业跟陈水扁 吴淑貞是不是都是金钱朋友 邱怡说这些企业家要送钱跟北疆呢 都有固定的一个SOP 也就是标准作业程序 那么由于陈水扁来可以先给暗示之后呢 企业家们再去问吴淑貞 到底是要多少钱呢 孤仲良和陈水扁大对址 原来两人只是金钱朋友 求以直呼可悲 孤仲良跟陈水扁之间的熟识关系 就是所谓的金钱关系 除了孤仲良还有多少的企业呢 原大马家兄弟跟扁家的关系 跟陈水扁的熟识 是不是也是金钱关系呢 孤仲良的弟弟孤仲颖 跟陈水扁吴淑貞的熟识关系 是不是也是金钱的关系呢 这个SOP是怎么建议的 就是陈水扁提示 然后孤仲良就知道要去找吴淑貞 问多少钱 然后把钱送给了吴淑貞 然后陈水扁再确认 要给钱的要拿钱的都有标准默契 扁家和孤仲良上法院撕破脸 孤仲良也使出杀手剑 一次把内情抖出来 宏贵生跟宏伟胜父子啊 竟然告诉他 说你不能回来 你留在日本 留在美国不要回来 你回来的话 高层叫你不要回来 回来的话司法会对你不利哦 孤仲良透露陈水扁玩两手策略 一边要办案一边还叫人别回来 一句不经意的钱给得比资政更多 再按出一招让陈水扁难看 陈水扁的卖官欲绝啊 不只是卖一些行政官员啊 而且连总统府的资政国策顾问 总统府的顾问都拿来卖 总统府的顾问如果是两千万的话 那国策顾问多少钱 那资政要多少钱 有钱就有位置吗 邱宜直义陈水扁不止洗钱还卖官 呼吁检方应该追加起诉 别让陈水扁躲过行车 中文西部旅动艺绿桥台北报导